不过,就在曲飞烟才刚刚念完这一句,目光扫了一下后曲飞烟疑了一声,然后将这信纸翻了一面。 等确定这信上再无其他字迹后,曲飞烟才是愕然道,没了。 就这一条消息。 这边,听着曲飞烟念到的这一条信息,小钊不禁凑过来看了一眼。 发现这信上的确就这一条信息时,小钊的眼中也带着明显的疑惑。 反倒是原本神情懒散的楚清禾,则是眉头轻挑。 横山派吗? 随后思绪流转间,楚清禾眼睛轻轻眯了一下。 江木光从信上收回后,小钊询问道,这信是谁送来的呀? 曲飞烟摇头道,就接脚那卖胭脂的周大娘。 说完,曲飞烟嘀咕道,搞什么东西? 送的信怎么就这一条消息? 横山派和公子有什么关系? 听着曲飞烟所言,楚清禾声音懒散道,原本是没关系的,但之前和你去了一趟南越城后就有关系了。 南越城? 面对楚清禾所言,曲飞烟先是愣了一下。 但下一瞬,像是反应过来似的,曲飞烟快速开口道,公子你指的是东方姐姐在横山派的妹妹。 楚清禾撑着下巴道,不然呢? 从楚清禾这边得到提示后,曲飞烟先是面色恍然。 但紧接着又是皱眉道,可即便如此,那个怡林是东方姐姐的妹妹,这消息就算是送,应该也是送到东方姐姐的手里,怎么会送到公子这边来? 只是,没等楚清禾这边回应,曲飞烟便自顾自地分析了起来。 不对,东方姐姐之前就已经派日月神交的长老到横山派暗中保护那怡林了。 这样算的话,东方姐姐应该是收到横山派会被围攻的消息了,肯定不会置之不顾。 而,这一次准备围攻横山派的柏剑帮和铁拳门几个不过是三流势力,一个先天境的高手都没有,怎么敢贸然围攻横山派? 难道说是有人知道了东方姐姐和怡林的关系,所以社局故意想要引东方姐姐前去? 所以,才是送信来通知公子。 听着此时曲飞烟的推敲,楚清禾心中倾笑。 虽说曲飞烟年纪不大,但这心思以及反应的确不一般。 这么快的时间便能想到这么一层,单单这一点,就称得上玲珑聪慧,常人难比。 即便是小招听完曲飞烟的分析,也是不免诧异地看向曲飞烟,显然是被曲飞烟此时表现出来的聪明给惊艳到了。 只是,陈进在这分析之中的曲飞烟显然还没有将各种的所有点都联系起来。 眉头紧皱间忍不住开口问道,不对啊。 既然送信的人知晓公子这边也应该知晓公子的修为,为何这消息要送到公子这边来? 楚清禾不疾不虚道,或许是试探吧。 嗯?试探什么? 面对楚清禾所言,两个小丫头的脸上还是带着疑惑。 楚清禾说道,试探我能不能帮东方解决掉这一次的问题。 说着,是现在曲飞烟手中那信上瞥了一眼后,楚清禾嘀咕道,这消息送的倒是挺有水准,既能够试探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又能让我欠个人情,还真的是老狐狸。 能够在这个时候将消息主动传信到自己这边来,发来消息的这人身份,楚清禾自然也是清楚。 和上一次一样,应该是那白小生送来的。 忽然间,楚清禾也隐隐明白了白小棠能够做到现在都还安然无恙的原因了。 就现在白小棠这种凭借自身情报网的强大处处撒人情。 一旦未来有需要了,虽不说让人赴汤蹈火,可有着人情债在,除非是一些特别严重的事情。 不然的话,也没谁会好意思针对白小棠这边一个功利势力。 人情债这东西,楚清禾向来不喜,毕竟欠起来容易,还起来难。 不过,这一次事关东方不败,这人情债,楚清禾也只能认了。 摇了摇头后,楚清禾缓缓地站起身来向着酒房里面走去。 等出来的时候,手中已经是多出了一个单瓶,显然方才是在打酒。 看着楚清禾拿着酒向着外面走去的行径,屈飞烟和小招不由神情意义。 小招更是开口道,公子,你这是? 一边向着外面走去,楚清禾一边慢悠悠道,还能干吗? 当然是去找帮手。 既然能够调查出东方不败和怡林的关系,然后以此唯由设下这么一个局来引东方不败前往。 怕是这局布置得不小。 虽说东方不败现在的修为已经是达到了宗师禁圆满,实力更是可以媲美寻常大宗师禁初期,再加上楚清禾给的药酒。 即便是有人布局,故意针对东方不败,怕是也难得逞。 但到底是有心算无心,这玩意儿可不禁冒险。 因此,买一层保险总归是无措。 看着楚清禾向外走去的身影,小钊和曲飞烟对视了一眼后,均是快速地跟上。 片刻后,随着三人出门,在曲飞烟和小钊的疑惑之中,楚清禾竟是在出门后静止地走到了旁边的院子门口,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 见此,别说小钊了,就连曲飞烟都是满脸的疑惑。 然而,几夕之后,随着房门被打开,一名身着素衣,三十余岁的女子打开门。 当看着门口的楚清禾三人时,女子神情威正。 敢问公子何事? 面对女子所问,楚清禾拱了拱手道,在下有事想找司徒姑娘相商,还望姑娘通传一声。 这话一出,楚清禾身旁的曲飞烟和小钊眼中顿时充满了哑然。 而门内的女子身体一势一降。 几夕后,站在门口的女子连忙点头道,请楚公子稍等。 说完,女子却是连门都未关上便向着里面快速一去。 等到女子离开后,小钊面露恍然道,原来公子说的帮手,就是这司徒姐姐啊。 楚清禾懒散道,不然这与水城里面还有其他的高手吗? 忽然,曲飞烟好奇地看着楚清禾道,不过公子你为何知道司徒姐姐住在这里面? 楚清禾漫不经心道,你猜? 曲飞烟? 面对楚清禾这回应,曲飞烟小脸顿时一黑。 对此,楚清禾也未继续解释,而是将目光放在面前这门内,心中也是在思索这水母阴姬到底是什么时候就住到自己旁边这院子来的。 之前不知道水母阴姬在这雨水城也就算了。 可昨日水母阴姬忽然登门,而且还是自己打伤神水宫的弟子送过来给自己治这种别角古怪的理由。 楚清禾怎么可能会没有一点提防? 因此,在昨日水母阴姬离开时,楚清禾便暗中用了那时原子母琉璃骨悄无声息地跟着。 得知这水母阴姬竟然就住在自己隔壁的时候,楚清禾昨天在这主屋的屋顶上坐了将近半个时辰。 在风向时吹往水母阴姬这院子方向的时候,给这风里面拆了一些药粉才作罢。 原本还想要见水母阴姬这边如此大费周章是什么目的,却不曾想今日却主动上门。 与此同时,内宅之中,此时的水母阴姬脸上哪里还有此前笑意盈盈的样子,一张脸可谓是阴沉如水。 而在水母阴姬的身前,那原本还是完好的石桌,此时已经缺了一大截。 其中一块还是在水母阴姬纤细白皙的手中。 随着水母阴姬的目光在手中这画本上徐徐地挪动,随着水母阴姬手指轻动,石屑以及小石块正不断顺着水母阴姬的指缝间落下。 一旁的神水公弟子看着此时那一幅已经是在暴怒边缘的水母阴姬,每一个都是眼观鼻鼻观心,呼吸声都是尽量放到最轻微的程度。 生怕此时正被水母阴姬捏碎的,并非是那石桌上掰下来的石块,而是自己的脑袋。 两久,随着最后一个字收入眼中,看完了手中这一本画本之后,水母阴姬深深地吸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忽然间,水母阴姬感觉自己对楚清禾的喜欢少了那么一点点。 不过,就在这时,一名神水公的弟子忽然进入到内宅之中。 启禀公主,楚公子已经到门外说是有事与公主相伤。 楚公子! 听到这话,水母阴姬神情骤然一正,倒不是说意外楚清禾知晓他们现在所在的宅院。 毕竟,随着现在神水公的弟子已经掌握了这与水城中夷花公弟子和青蛇帮、铁剑门的情况。 水母阴姬等人也无需像之前那样继续躲藏。 昨日外面的那些眼线得知水母阴姬现在居住的宅院也不奇怪。 之所以诧异,不过是此时楚清禾的主动上门而已。 可下一瞬,回过神来的水母阴姬开口道,还愣着干嘛? 去请进来啊! 声音入耳,这名神水公弟子连忙拱手回应一声后,转身离开。 而在这弟子离开后,水母阴姬争气流转,快速地将桌上的几本画本甩到一名神水公弟子面前。 注意到面前这几本画本,这神水公弟子冷了一下后连忙将其拿下然后穿入怀中。 随后,看了一眼,自己面前这已经被之前看书时捏碎大半的石桌,水母阴姬先是皱了皱眉,紧接着手掌抬起快速地下压。 带到白皱的手掌触及到这石桌的瞬间,一股隐晦的真气波动流转之下,整个石桌竟是化作鸡粉。 等水母阴姬长袖清甩下,地上这些粉末便被席卷到院子的一个角落之中。 在神水公的弟子从屋内快速地搬出一张桌子出来时,之前离开的神水公弟子已经是带着楚清和三人进入到了这内宅之中。 而当目光轻挪,放在楚清和身上时,看着楚清和那句美的面容以及温和儒雅的气质。 方才水母阴姬看话本间对楚清和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喜欢,瞬间就补了回来。 连带着,还瞬间多了那么一点点。 陷入恋爱情绪之中的女人,有的时候脑回路就是这般的清奇。 几夕后,随着三人走到水母阴姬身前,楚清和拱手道,冒昧打扰,还望司徒姑娘误怪。 闻言,做端端正正,两只手甚至都放在腿上的水母阴姬汗手道,楚公子愿来,自是让人欣喜。 何来见怪? 一边说,水母阴姬一边示意。 等到楚清和坐下之后,水母阴姬看着站在楚清和身后的屈飞烟和小赵微笑道,两位小妹妹也坐吧。 无需这么见外。 听到水母阴姬所言,小赵和屈飞烟第一时间都是看向楚清和。 见此,楚清和轻笑道,客随主辩,既然司徒姑娘都开口了,你们坐下便是。 这话出口,屈飞烟和小赵才是相继坐下。 只是相比起在院子里面的时候,两个丫头都少了几分随意,多了几分乖巧和端庄。 等到沈水公的弟子给楚清和三人面前放上茶水后,水母阴姬才是笑语焉然道,不知楚公子今日过来,是有何事? 楚清和轻声道,事出突然,在下需要出门一趟,而这一次出门,或许会遇见一些高手。 水母阴姬眉头轻挑道,所以,楚公子想要让我一起护楚公子安危。 楚清和说道,在下的安危还好,只想要让公主在关键时候出手对付一下敌人。 末了,楚清和补充道,对方的实力,也是宗师境圆满,或是,大宗师境初期。 听到楚清和这话,旁边的小赵以及屈非烟眼眸轻缩。 虽说方才的分析下,也知道这一次针对东方不败的局,怕是不会太简单。 但却没想到这局,甚至可能会涉及到大宗师境的舞者。 这边,听着楚清和所言,水母阴姬目光轻闪,视线放在楚清和脸上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嘴角的笑容竟是莫名浓郁了几分。 几夕后,水母阴姬汉手道,好呀。 听到水母阴姬竟然现在就直接同意了下来,楚清和神情不禁冷了一下。 或许是觉得自己答应得太快了,水母阴姬微笑道,此前楚公子救治之恩司徒本就无以为报。 今日既然楚公子有事,司徒自然是不会袖手旁观,用楚公子的说法,礼尚往来罢了。 见此,楚清和含笑点头道,既然如此,在下就多谢司徒姑娘了。 水母阴姬,说完,水母阴姬询问道,何时动身? 楚清和说道,就半个时辰后吧。 现在已经念期,距离二月初一,也不过只有三天的时间。 从这雨水城赶往恒山派的话,速度快一些,倒是来得及。 水母阴姬点头道,好。 待到约定好时间后,楚清和便带着曲飞烟和小招向着外面走去。 等到楚清和离开后,此时的水母阴姬右手撑着下巴,指尖则是在自己的脸颊上无意识地点动。 片刻后,水母阴姬招来一名神水公的弟子询问了一下恒山派所在。 在确定了恒山派相隔距离之后,水母阴姬眼睛一亮。 这么远,肯定不能走路,应该是坐马车,这往返一趟下来,至少也得六七日吧。 也就是说,接下来开始,有一段时间都能够和楚公子朝夕相处了。 原本水母阴姬还在苦恼,接下来应该如何顺理成章地和楚清和多相处,却不曾想瞌睡来了送枕头。 也不知道是哪个红娘在保佑? 想得深了,水母阴姬弯弯的眼睛里面满是期待。 脸带着脸上的笑容也更加地甜美和浓郁。 这边,在返回到自己院子里面后,此时的驱飞烟已经是按照楚清和所言前往程西的车马铺子取车。 小招则是在快速地收拾一些衣物和出门所需的东西。 坐在院子里面的楚清和则是伸手入怀,看着手中这装有九叶九心草酿制的药酒。 想要马儿跑,肯定要让马儿吃草。 既然是保守起见准备将水母阴姬拉上,楚清和自然是有所准备。 甚至于说辞都想好了。 哪曾想在听完自己的要求后,还没等楚清和将这九叶九心草酿制的药酒拿出来并且说明其效果, 水母阴姬竟然如此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这倒是让楚清和略感意外。 不过水母阴姬竟然能够这么痛快地同意下来, 在楚清和看来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到底是出门办事,而非是郊游。 所以需要收拾的东西也不算多。 一刻钟后,在驱飞烟的驱赶下, 一辆马车徐徐地停靠在楚清和这宅院的门口。 驱飞烟将马车驱赶至家门口后, 和小赵一起挤烫下来,就将需要的东西放到了马车里面。 带到将东西全部都装在马车上面后, 拍了拍手的驱飞烟撇了一眼这惊铁所住的马车好奇道, 公子你什么时候定坐的这辆马车? 一旁手中拿着一把折扇的楚清和诞生道, 就上一次南越城回来后。 上一次前往南越城时,坐马车的体验感可谓是极差。 因此,在返回之后, 楚清和便前往车行定坐了一辆马车。 车厢虽说也是木质,外面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之中的空间却是不小, 像小赵或是驱飞烟完全横躺在里面都可以。 而其车厢之下的车架以及轮子皆是以精铁打造。 其车轮和车架的连接之处, 楚清和更是让工匠专门打造了一些避震的东西。 在这车中乘坐,虽然不至于如履平地, 但却比起寻常马车的避震效果好了不要太好。 可谓是出门在外必备之物。 若是晚上用的话,说不定还能增加一些情调。 此后,它 sind不自然之物。